这是今天早上五点钟 开始栽苗子 栽到现在已经全部结束了 因为这个苗子我们这次栽的比较多 所以说我们这一次就是一个袋子栽一颗苗子 到时候进行双腕整只 那么现在很多朋友们就是咨询 用这个棕织袋子的 那么这个地管袋 应该选用什么标准 我们这个眼一般选用单眼的 第一个眼到第二个眼之间 是20公分的一个棕距 如果你是种瓜类或者是种番茄 这一类的 一般一亩地就是1000个袋子 就是2000颗苗 如果你要是种草莓的话 你就是一个袋子栽4颗苗 一亩地就是8000颗苗 就比较方便了 这期我们来聊一聊 就是说咱们搞乌兔栽培 那么之前应该做的一个工作 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机制 那么之前介绍过了 比如说秋运粪和牛粪的一个复配 或者说是咱们育米的一个机制和牛粪的一个复配 或者是核杀 牛粪制食等等 这样的一些配比 第二个就是地关带的一个铺设 包括地关带的一个选择 孔度 单眼还是双眼这样的一个问题 第三个就是说在栽苗之前 前半天或者说是前一天 我们就要开始给它进行滴水 试滴 这样子的检查有没有漏的地方 以便移就是及时的查找 第二个以便移机制的能够吸收60%到70%的一个水量 这样子呢 我们在栽苗以后呢 这个成果率的才会更高 好了 本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吧